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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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发现渺渺失踪后 家人立即向萧山宁维派出所报了警 从当天下午开始 大家就在宁维周边展开全面搜索 一路张贴寻人启示 遇上路口有监控的 家人都要一处处的细心查看 不愿意遗漏下一处 经过查找 李女士发现了一段可疑监控 画面显示在昨天下午2点20多分 有一名女子怀抱一名孩子出现在营2市场附近 李女士的家人告诉记者 从孩子的身形和服装看 和走失的苗苗很相近 但由于监控画面不是很清晰 也只能粗略地估计 除了家人和派出所的民警 许多热心市民也加入到了搜寻苗苗的队伍中 为了能尽快找到失踪的苗苗 昨天下午2点多 萧山公安还派出了警犬 在苗苗失踪的苗场进行搜寻 经过警犬大半个小时的侦查 大致判断出苗苗失踪的方向 但是目前来说 这个小苗苗的情况 还是没有 还是没有一些阴讯 所以我们还得继续查找当中 截止到下午5点多 热心网友的转发微博 已达到100多条 警方也正在朝着警犬侦查的方位 继续搜寻 据苗苗的家人介绍 苗苗走失时身穿大红棉衣 黑底白圆点裤子 墨绿色运动鞋子 如果有热心的市民见过苗苗 也请尽快与警方取得联系 随着地铁在越来越多的城市出现 搭乘地铁出行 已经成为老百姓那种 便捷出行方式 但是遗憾的是 在地铁这样的公众场合 还是有人为了抢座位 而大动肝火 甚至是大打出手 拍客摇晃的镜头中 是在地上扭打的两位六群老人 和周围劝架的人群 而这位绿衣男子似乎已经控制不住自己了 对劝架者也动起手来 用不着啊 你抓住我 来来来 谁都打你疯了 到底是有多大的深仇大恨 两人竟然扭打成这般模样 来来来 这两位大伯 原本是因为在地铁里争抢座位 而发生了争执 甚至大打出手的 结果地铁变成了战场 一旁的乘客们纷纷给他俩让出座位 好言相劝 却都被这两位斗志旺盛的大伯置之脑后 大家都以为这场地铁之战该收场了 却没想到这位绿衣大伯竟然开始摘下腰带 准备再次大战一番 劝架的年轻人拦也拦不住 旁边的乘客也纷纷躲避 绿衣男子一手提着裤子 一手举着腰带 几次三番被人按在座位上 又固执地冲破重重障碍奔向战场 最后好不力落坐了 依然是气喘吁吁 若不是旁人拉着 恐怕还要冲过去再打一番 这一坐真是来之不易 打了场硬仗才打回来 可若是好言好语地坐下来 不是更好吗 在地铁里大大出手的不只是男性 一些女性也为了一些小事 或者是座位而大动干戈 地铁快速交通工具 妙林女子打架斗殴 这两组词恐怕无论如何 也不会被联系在一起 然而在众多拍客的镜头里 妙林女子打架斗殴 却轰轰烈烈地发生在 快速行进的地铁里了 看清楚的知道是打架 没看明白的还以为是相扑比赛呢 不过相扑比赛是绝对不能揪头发的 而裁判也不是只当一方的 只见两个人从车厢中部 一直撕扯着盘旋到了车门附近 依然僵持着互不相让 还不时地互相咒骂 松开 松开别打架了 松开 松开别打架了 拍客的这段视频 拍摄于北京地铁13号线 究竟是什么原因 让他们如此不过形象 大打出手呢 原来蓝衣女子没排队上了车 而黑衣女子骂了几句 两人火气还真不小 开始了这番大战 两人僵持了整整一战地 终于在倒战时下车里论去了 这箱落幕 大箱奔长 开客记录了上海地铁里 让人目瞪口袋的一幕 白衣大妈伸手竟然如此转件 又是揪头发 女士 绣发是用来绣美丽的 不是用来揪着打的 如此一揪 美女不就成了野兽了吗 可两人如此疯狂打斗 究竟是为什么呢 航边空空的地铁座椅 并落在一旁 原来两人是为了争作而打动 打来打去 这空着的座椅 是该哭呢 还是该笑呢 真的有点加双引号的 巾帼不让虚美的味道 你说咱们中国传统女性 都讲究的是内敛善良 一不顾估自己的形象 二也扰了了公共秩序 其实遇到纠纷 或者遇到麻烦 只要寻求地铁工作人员的帮助 就这么简单 最近有这么一则传言 说今年的12月21号 冬至来临时 地球会只有黑暗 没有白昼 其实咱们这一听 就知道是个无稽之谈 是个谣传 可是在四川 谣言却持续发酵了 市场里的蜡烛和火柴 都已经脱销 许多当地的蜡烛加工厂 24小时加半价电 依然公布应求 记者来到成都双流县 通江社区时 仍有不少居民在议论 地球要黑三天的传言 居民们表示 多是从亲朋好友 或邻居那里听来的 有的则是来自网络 自从半个月前传言出现 一些人便开始抢购蜡烛 四川 内江 龙昌县等地 也出现了因传言而导致的 抢购蜡烛现象 在成都城南最大的 日化品批发市场 西南食品城 很多日化品批发商铺的蜡烛库存 以所剩不多 来这里批发蜡烛的 都用三轮车和货车转货 成都武侯区的一家蜡烛 加工作坊 甚至以24小时加班生产 再次提醒您 有关2012的这些谣言 您可千万别信 日前天津的一位市民 在乘坐公交车的时候 突发心脏病 公交车上的私证人员交警 还有医护工作者 联手展开了一场生命救援 而公交车上的监控 恰巧记录了疫情 4号早上8点40分左右 641路公交车的车厢 突然传来呼叫声 正在驾车的公交司机马师傅 赶紧将车停在旁边 查看老人的病情 马师傅发现 老人倒在前座上 脸色苍白 已经意识模糊 嘴里不停地吐着口水 他立即决定 先将老人送往究竟医院 并赶紧报了警 由于事发时 正值交通早高峰 路况拥堵 沿途交警 纷纷为这辆情况特殊的公交车 进行疏导 平时至少需要30分钟的路程 马师傅只用了8分钟 就将病人送到医院 已经做好急救准备的医护人员 立即对老人展开救治 情况比较紧急 马上就做了个心灵图 说的是关心病 如果要送到不及时的话 病人可能发生极其大量的心肝 出事 经过了解 这位大爷患有严重的心脏病 心脏内有三个支架 如果这回发病 没能及时送人抢救 后果将不堪设想 现在 这名病人已经脱离了生命危险 看到这场爱心传递 真的让人感觉倍感温暖 下面的时间交给千惠 前行一天全球资讯 来看国内消息 我国历史学者 昨日在南京大屠杀全史出版 发布会提出 应将日军在清华战争中 抢征的中国朝鲜等国 未安妇 改称为性奴隶 称谓的变化是要强调 被日军凌辱的中国等国妇女 被侵犯 而未安妇 称呼是从日本军人角度而言的 教育 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 浙江省医学科学院 湖南省疾病预防控制中心 6号联合公布的 黄金大米事件调查通报称 此项转机应测试 违反了相关规定 科研伦理和科研诚信 相关责任人已被撤职 上述机构就此事件 造成的不良影响将公众致歉 教育部官员昨天表示 教育部正在制定 关于学生体制健康测试 和公示实施办法 未来有望每年 对全国学生体制进行一次测试 并将把各省市的测试结果 全部进行公示 测试内容主要有 柔韧性爆发力和耐力等方面 据悉教育部计划 今年抽取四个省份进行试点 明年有望覆盖全国 截至到目前 北京异地高考方案 还没有公布 昨天北京市教委的一位工作人员 以个人身份 建议非经级家长做两手准备 回原级报名高考 同时等北京消息 广东省教育厅厅长罗伟奇 透露 广东异地高考方案 目前已基本成型 年内肯定可以公布 同时广东异地高考方案 还将配套出台异地中考方案 今天影像海岸线摄影大赛 给大家呈现一组海边 以海边人以海为生的生活场景 织渔网 出海打鱼 丰收归来 晾晒鱼干 海边石碑和领海为家 这些影像生动地定格了 一方地域的生存特质和海边文化 在这里也要欢迎广大摄影爱好者 将作品上传至大赛官方网站 新栏网影像海岸线专题 本次大赛的一等档奖品 是最新的苹果iPad 网友参与摄影作品的投票 也有机会获奖 好 接下来时间交给天川 好的 现在不少有条件的家庭 都会请个保姆帮忙照顾孩子 或者是打扫卫生 来自温州的黄先生 就是花每月三千元 请到了保姆安某 可没想到的是 安某竟然是一个 劣迹斑斑的超级的强盗 短短六个月就偷了东家 近二十万 安某是湖北宜城人 2004年来到温州后 一直在做保姆 今年五月 通过一家中介所 安某来到了黄先生家中做保姆 黄先生是做水产品批发生意的 大多是现金交易 因此他经常会把一天的营业款 带回家中 第二天再付给自己的供货商 11月24号晚上 黄先生付货款时 忽然发现自己钱包里的 三万多元现金 只剩下了一万多元了 他四处寻找未果后 就报了警 警方询问后 安某很快就承认了盗窃事实 安某交代 当天中午 他趁黄先生在客厅看电视之机 以抱着小孩为掩护 进入卧室进行了盗窃 随着案件调查的深入 安某交代了自己 多次潜入主人房间 从他钱包内偷钱的事实 从最开始的几百元 到后来的几千元 基本上两三天就要偷一次 而警方在查询 安某的银行卡是惊讶的发现 安某的银行卡 总存款额高达二十多万元 在他家做保姆期间 也就是从今年五月份到十月份期间 他就陆陆续续 隔三差五的到附近的一家银行存款 少者一千两千 多者几千 甚至有几次是上万的 并于十一月二十号那天 他就用这个银行卡 在这家银行购买了一个 价值为二十万元的那个理财产品 根据警方的调查 安某实际上是偷盗老手 曾因为盗窃雇主的财务被判刑 在资料提醒您 一是找正规的中介 同时对保姆要多多的了解 二像这样劣迹斑斑的保姆以后 是否还会留回家政市场呢 这值得我们思考 说到保姆呢 最近长沙有一位李先生 居然辞掉了大学老师的工作 一心当起了男保姆 三十多岁戴着眼镜 动作轻柔的照顾着模型宝宝 眼前的这个男人 就是辞职的大学男老师李大斌 现在在长沙参加 国家授权的家政行业培训 站在一群女月嫂中间 李大斌没有丝毫的尴尬扭捏 一直在认真地看老师的演示 做的是有模有样 再过十多天 通过了理论考试和实操考试 他就能拿到国家认证的 母婴保健施政书 成为湖南首个吃争上岗的男月嫂 别看他现在很习惯这样的生活 但是刚开始来到这里时 李大斌却很不适应 本身在坐下来都是一些 女性的月嫂或者同学 救我一个每天救我一个 刚开始确实有点尴尬 起初李大斌的选择 遭到了全家人的反对 但他却迟疑如此 为什么呢 原来当初以为人父的李大斌 在自己小孩的哺乳期 没有能够照顾好妻儿 让妻子落下了产后腰疼的毛病 因此他希望通过自己的行为 能影响一些新爸爸 您看他这一招仪式有模有样 手里的宝宝们享受着呢 但是要让年轻的妈妈 接触这位男月嫂 却依然有难度 尽管男性当月嫂看上去 依旧是阻碍重重 但是李大斌却早有心理准备 万事开头男 有努力 一定会得到大家的认可 更多资讯时间交给先会 好来看国际方面的消息 当地时间12月5号 将一名韩裔美国人 推下纽约地铁 并导致其被撞死的美国黑人男子戴维斯 被以二级谋杀未遂等 两项谋杀罪名遭到起诉 现年30岁的戴维斯是一名流浪汉 纽约邮报4号头版刊登了戴维斯 将一名58岁韩裔美国人 推下站台后 受害者在地铁即将到来之时 挣扎求生的Buff照片 引起了强烈争议 当地时间12月6号中午 新西兰最大城市奥克兰西郊 遭遇龙卷风袭击 龙卷风所到之处 树木被连根拔起 并引发了洪水 导致多条道路被关闭 部分地区电力中断 目前龙卷风已经造成了 三人死亡 七人受伤 大约150栋房屋被毁 250多人被迫撤离 澳大利亚一家电台的两名主播 近日冒充英国女王伊丽莎白二世 和王储查尔斯王子 致见伦敦一家医院 骗取了怀孕不久 在那里就诊的凯特王妃的具体情况 节目播出后 引发了社会公众的一片谴责 两名澳大利亚主持人 以及他们所在的电台 已经就此事公开致歉 近日法国西南部一座 18世纪的城堡不幸遭到了误拆 该城堡主人原本是想请建筑公司 将城堡翻修 并拆除城堡旁边的一间小屋 然而建筑公司却误以为 要将城堡拆除 而该拆的小屋却毫发无损 城堡主人表示 他计划在城堡原址修建一座 和原来完全一样的城堡 日前英国布里斯托市一家餐厅 推出了一款号称 全球最辣的汉堡 由于这款汉堡的辣度实在太高 所以店家只向年满18岁的顾客出售 并且顾客在享用汉堡前 还必须签署一份免责声明书 目前已经有500名顾客 向这款汉堡发起了挑战 但成功者却寥寥不及 店主也自己承认 就算是他自己也只能吃下这款汉堡的四分之一 好 接下来时间交给天川 好的 今天是24节期中的大雪 同事是中医养生的好世界 首先要给您推荐两道菜 首先是以枸杞和瘦猪肉为主要原料的枸杞肉丝 非常适合体虚乏力贫血的朋友 枸杞肉丝您记住了吗 还比如这道木耳冬瓜三鲜汤 也是您滋补强生的好选择 所以大雪 今天全国天气又如何呢 今天白天到夜里内蒙古中东部 黑龙江西北部和东北部 辽宁南部山东半岛等地的部分地区 有小到中雪或雨加雪 而南方部分地区弥漫的大欧将进一步加强 其中四川盆地南部 重庆中南部 浙江西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 能见度不足1000米 杭州今天是多云转型 最高温度16度 目前室外温度5度 下面的时间进入陈警官再见 欢迎来到陈警官在线 还有一个月不到的时间 就是2013年了 每年临近岁末年关的时候 就是青财类的盗抢案件的高发期 今天我们通过近期的几个案例 也是提醒大家 怎么做 如何做 才能更好的减少 甚至杜绝这类案件的发生 熟悉宁波的人都知道 城隍庙是宁波 人流量最密集的商业区之一 可就是在这么一个人多热闹的地方 最近一个月里 却有7名单身女子连续被抢 这是当时路面监控拍下的画面 凌晨时分 一名背包的单身女子 摇晃着走在大街上 看起来她当时喝过不少酒 甚至要借助街面防护栏才能站稳 而在她的身后50米开外 三名年轻的男子跟在后面 这时 一名男子快步向前 超过了单身女子 而跟在女子身后的两人 也突然出手 到了以后呢 就使了个眼色 它是从这里走过去的 使了个眼色 两个人开始这样跟过去 跟到这里 另外两个人这样走下来 在管角处的地方 就开始一个人上去 把她嘴巴捂住 另外一个人就把她包给抢 所以说是两头夹鸡 对对对 10月12号 这几名男子又出现在了 新街的监控画面中 他们抢劫得手后 拎着女士背包迅速逃跑 之前啊 他们实际呢 也看过的 知道有监控的 所以他们在监控底下 他们是不动手的 但他们每次都是这样吗 每次都是这样 哪里有监控 都是低着头 走过去 一般老小区的 楼下主人是没有防灯门的 人从这里走上去的 他们可能下面跟上去的 可能在这个楼 楼梯的拐角处 一个人把他 人嘴巴捂住 撂倒在地 另外人就上去抢包了 10月19号深夜 三名男子再次作案 这次同样是跟随在 独自回家的女子后面 十几分钟之后 他们抢过这位女士的 拎包从原路逃了出来 据警方调查 在一个月的时间里 这伙犯罪嫌疑人 已经连续在新街附近 抢劫了7个单身女子 抢得价值2万多的财物 警方根据监控画面 掌握了涉案 三名男子的体貌特征 并顺藤摸瓜 摸清了这个 抢劫团伙的基本情况 10月24号深夜 警方锁定团伙主犯陈某 及其同伙的行踪后 开始了集中抓捕行动 一共是便衣民警 一共是十多个人 四辆车 分身在城华麦当劳的 四个出口处 13个嫌疑人 从检方南路过来以后 拐过来拐到麦当劳门口 跟主犯在这里会合 刚好在那边 走过来一个单身女性 下班回家的 他们四个人就跟上去了 准备要开始 实施抢劫的时候 当晚 这个团伙的六名成员 全部落网 其中有五人是90后 两人有盗窃犯罪前科 目前 这六人因涉嫌抢劫罪 已被批准逮捕 私家车已经越来越普遍了 而针对私家车的盗抢案件 也在随之上升 在这些案件中 趁车主离开时的麻痹大意 利用汽车电子干扰器 盗窃的案件 也在日益增加 永康的这位刚满16岁的年轻人 专门去买了盗窃工具 汽车干扰器 在路边守候 等待粗心的车主出现 这辆车停在这里 三个人就死在这里了 就在等着他们停 等着这辆车停下来 这干扰器肯定是放在他们身上的 和往常一样 施主王女士下车关车门 按了一下手里遥控钥匙锁车 没有再进行确认 就离开了现场 此时站在马路对面的 三名犯罪嫌疑人 却早已盯上了他的车子 这里其中两个人跟过去了 看一下这个车主是不是进去 确定他有没有走远 三个人都过去了 我去看一下 我去看一下没有人出来 早上就过来拿了 车门直接就打开了 拿东西就走了 短短几分钟 三名犯罪嫌疑人就拿到了 王女士放在车子前座上的手提包 包内物品损失达四万多元 经审讯查明 今年八九月份以来 三名犯罪嫌疑人 利用遥控干扰的手段 先后流窜至永康 东阳以及胡州等地进行作案 达三十多起 上二月十七号晚上十点半 一位身穿迷彩服 戴着黑手套的男子 进入了衣乌城区的一家足域店内 没说上几句话 这名男子突然关上了店门 从裤子手袋里 掏出了一把手枪 他进门之后就是 依那个便衣警察的时候 来查毒品了 他说 没有毒品 然后他就说 把你们手机全部关机 放在茶几上面 老实一点 就把枪拿出来指着他们 感觉不对劲 店内的服务员就进行了反抗 眼看抢劫不成 这名男子拔腿就往外跑 服务员的呼救声 引起了周边群众的注意 民警到达现场后 经过盘查 发现该男子身上并无枪支 随后 民警对该男子的逃跑路线沿途 进行了仔细查找 在案发现场的楼梯口旁 找到了一支六四式仿真手枪 据了解 犯罪嫌疑人姓马 21岁 青海人 今年7月他来到义乌 一直在一家兰州拉面店内打工 觉得干活没意思 收入也不高 便起了抢劫的念头 因为他是单人作案的 那他会找一些 那个 比如说比较容易下手的 这些妇女 或者说那种 那种年纪比较大的 那种反抗能力 也没有这样子的目标下手 据犯罪嫌疑人交代的话 他在义乌实施的抢劫 一个秒13起 都是他一个人去的 目前 马某已被义乌公安部门刑事拘留 你看庙警官千惠 每到这个年底的时候 各种机会就特别多多 免不得要走夜路啊什么的 那庙警官还给我们一些 走夜路都可以提个醒好不好 好的 其实呢 晚上啊 走夜路的时候 大家最好是结伴出行 不要一个人呢 只身的走在路上 那如果你是一个人呢 你还是不是两个人呢 我在这儿 行吗 没错 你应该是一个人呢